Hello 歡迎大家收看這個 常溪波馬的最後一集 你猜不到我還在,還有一集 還有一集,不是這一集是最後一集 好,先跟觀眾說一年吧 恭喜發財,恭喜大家馬運亨通 看我們常溪波馬應該都喜歡跑馬的人 公祝大家贏多些 贏多些,最緊要就是祝你投注好運 是,投注好運 就是祝賭落都未必會脫國的 這個世界的東西 好,那我們林別秋波 好,我們先聊聊天 我回想起,我們都做了幾集 我記得 應該是 四月開始做 去年四月 差不多十個月 差不多十個月,很感謝 楊熙先生 給我無端端一個電話 叫來和我做了 差不多十個月的波馬節目 有十個月嗎? 有,我們數天都有做 四月 五六七八九十十十一十二一二一 一啦,那就九個月了 九個月 因為楊熙先生去了做官台 應該馬就不能做了 其他節目要看一下情況 好,先看好一點 那我就盡量申請 盡量申請 希望你也可以繼續在亞洲電視路面 現在沒有你不行,鐵腳 吃飯 吃飯有飯腳 賭馬有馬腳 你也叫鐵腳 住得很近在港島 那不是最重要是你肯做的 你是不是一個線路都收不到的 都不知道你做什麼 正常,這些就是好朋友 有一個線路不收 就成功來頂 待會就要做直播 初四流流,初四的面子 那個時序不同 直播出了街,這個詞出街 所以是 希望楊熙會繼續留在亞洲電視 可以跟我們說說其他事情 剛才有個觀眾說要做個月彈樂壇 月彈樂壇 月什麼彈樂壇 即是香港只有娛樂圈的樂壇 不是,那樂壇在心中 你說有就有,沒有 我覺得有的 馬壇一定有 但是跟當年大家認知的樂壇 是不是那樣樂壇 嗯 即是現在最流行的娛樂新聞就是 就是有個男生叫做MC 是的 MC對一些人妻很有興趣 是的 首先就弄了一個人妻 然後就弄了第二個人妻 然後就剛剛被人發現 他在家裡打卡 在IG上拍自拍 是的 那個背景跟另一個女生 那個自拍的背景是一樣的 是的 因為模型的裂行位是一樣的 然後就 然後當然有網友出來爆料 就說 原來那天那個女生 就跟他男朋友說 他約了另一個女生去staycation 嗯 原來就去他家裡 這個就是樂壇 可以 他是一個赤手可熱的人物 是 所以就 是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我們看看遲些怎樣 有的 帥仔就是沒有辦法 人生得帥帥 就比較長素一點 是 這些我和你都明白的 你年輕人都十分帥 神經病 哈哈哈 好了我們說回 我們上次介紹的四隻馬 第一隻就是美麗歡呼沒有影 美麗歡呼呢 其實我那天早上很慘 因為十二點半 真的算是那天早上 嗯 其實我掙扎了很久 是 我一直都覺得他會抵出健康美麗 是 但是我買下去的時候 就覺得 不如還是買潘頓 他果然就是死了 他果然就是抵出健康美麗 他果然就是抵出健康美麗 就是 因為沿途呢 你又覺得 不是喔 天氣這樣 可能我們又軟一點 你知道軟一點健康美麗 是適合的 是 又是健康美麗一當 健康美麗很喜歡在裡面捐的 就是你夾那麼多樣東西 你都控制不到 就是放一塊芝士 有個夾子夾著它 然後就老鼠就是 咦不如試一下 你買一塊芝士 然後就會上吊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健康美麗沒有影 不是美麗歡呼沒有影 那隻馬都沒什麼奇過的 就是沖了兩沖就收收了 不是的 那隻馬 那就算了 我又不太相信 我經常覺得這些馬 或者他下次再出 可能我都一定會繼續買 如果不是 你做人最怕是什麼 就是 最怕就是 將來結彩重演 我又說一句 就是蔡若翰 你都知道 他的位置都沒有很多 我經常覺得他肯保留 他四五班馬 他一定會交代到 那麼多年都證實了 所以我最大的兩隻 就是金剛複星 對 這隻就是金剛複星 有一隻美麗歡呼 究竟怎麼樣呢 你看阿芳現在都掃了 還有以前有一隻 我很喜歡買的 叫做敬王子 好像後來都贏不了 買到退役 偶然也有出錯 之後 真的慘了 之後 輸錯了頭 一隻美麗歡呼 之後 你知不知道我買哪隻馬想追傻 買哪隻馬 我當然有買幸運快車 才開始 誰知道幸運快車 又看又看 又看又看 是 就叫做非凡才子 是 你不是買了非凡才子嗎 買非凡才子 結果你知不知道是怎樣 怎樣 補償報 不是 非凡才子這隻馬大家都知道很厲害 是 最慘的是他跑完 昨天那一場之後第二次流鼻血 之後就退役 退役了嗎 非凡才子 哎呀好可惜 因為你在那邊看著 我已經在那個墳表上記錄下 下次一定要買 下次一定要買 完全沒有騎過 沒有騎過 完全一下子就抓住 過終點 打開了看直鏡 是 之後退役 哦 沒辦法 最近我看退役的馬都幾突然 之前我說過的姓妍 現在有幾隻都 現在有很多隻都就這樣退役 其實這個世界就是心形死哀 是 即是個個都很關心有什麼新馬來 很貴的 其實大家如果打開退役馬的表 其實那些馬來的時候 你是說得很大的 很多隻都是 來的時候 打給希望 慢慢慢慢 因為到最後很黯然的 26分退役那些 或者19分 或者0分 退役那些 你看回那些 你就知道人情冷暖 那時候回來的時候 不是你這樣說的 每隻初出馬簡介 你都說有什麼前景 你很少說這些是沒用的 垃圾 雖然我經常跟人說 馬主浪費100多 200多萬 買一隻馬回來 不是被人說是垃圾 但是他的分數就這樣掉下來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好了 第二隻美麗快車 走運快車就跑第二 跑第三 跑第三 然後我介紹那隻醒旺財 又是沒有影 醒旺財那天 那個地是很奇怪的 2.71號地 其實我猜不到會是這麼來追的 基本上那天只有一隻馬 還是兩隻馬 是不是追的 即是在88米斷柱距離放頭馬 三個馬位以外 全部都是基本上 那醒旺財其實你頭一段 第二段都跑得很好 嗯 我不知道為什麼那一隻馬 突然之間在外面瘋了 那兩隻馬 我不懂得說 那兩隻馬 那四個馬又在兩隻馬 好像外面那條特別快車道 那樣的 我不懂得說 尾牆那個又在 好了 最後一隻我提供 黃鑲三個發力二 那就輸少運氣了 應該可以贏的 算了 在我們這麼兵空戰危的情況之下 我們這樣說 難道我們貼那個 威貼什麼 是 是 我們不可以貼這些馬 大家知道 所以沒辦法 給兩隻馬 給兩隻馬 希望今天 最後一次 楊熙跟我合作 在我交接給神秘人之前 是 不是 因為 我們的節目要改名 因為這個節目叫做 常熙波馬 所以大家叫了我做常熙 其實我叫他姓楊 是的 我以為他姓梁 哈哈 西灣海的地鐵站 林鄭也姓梁 哈哈 好了 那下次改名 他應該叫做 公子波馬 好的名字 填詞 公子波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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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下一次就有公子波馬 我一個人就頂住 看看情況如何 我安排多些神秘人給你 好 你安排多些神秘人給你 我現在看看 那個Mixer 可不可以真的做到 我和Iric先生的電話說 看看情況如何 應該是OK的 但要摸一摸 其實我想邀請你上去摸摸 摸不太熟 摸摸 我的Mixer 它有一個功能 是 接電話 接電話的 專門接電話 所以下次上來 下次你上來幫幫我 今天就是這樣的 怎樣 今次很恐怖 今天早上大家知道 今天是星期五來 星期五有沙田試泥閘 加里不是發展商 是新來的澳洲騎士 映然的某一個 跌了下來 為什麼有沒有事 應該沒什麼事 不過星期日就不能跑 於是第一場就前進變周進落 高明進將第二場變潘頓 是 第三場移昌勇士變賀銘連 第四場蒲俠超德變梁家俊 嗯 第五場火轉變黃進 第六場正本洪生變陳家熙 第七場曾友將 曾友 嗯 就由河澤遙測騎 接著就平常心變一班得禮 進龍區變賀銘連 以及驚喜變了梁家俊 就是一大堆滿人的 如果大家是買這個馬寶的話 就要慢慢改了 對了 加里就不能出場 加里的騎工都可以 起碼有馬先 不錯的 結實實實 馬雅停賽嗎 沒有了 有有有 還有是誰 王將有馬騎 但是黎凱榮沒有馬騎 黎凱榮是停賽還是怎樣 他不是停賽的 他是沒有馬騎 真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有時候也挺不開心 沒辦法 因為 何良也有自己的苦衷 加里掉下來王將也拿到一隻 但是反而是黎凱榮沒有 對 變成上面那些就填滿了 對 希望支持一下黎凱榮 那麥凱榮是停六天 姑且看看 他現在 麥凱榮是74 潘頓是56 6 3 18 如果平均每天潘頓贏三場的話 去到停賽的時候就會追和 怎樣都會追得近一點 就是去停賽六天 當然要追和 追和 我想12場都不會少 每次贏兩隻 不過我覺得 莫雷拉最近和 蔡有漢的合作 就是有少少 古靈正怪 講完 四個字 我也不知道他想怎樣 好 就是這樣 那好像是你先 你先介紹 跑A欄的 繼續閉門作賽 跑馬地跑A欄 這次呢 我最近回去做一些資料 今季是一季很特別的一季 是整體來講 後追馬特別多的一年 是 條條跑道 除了C加三和泥地之外 都是很利後追的 不知為何 不知為何 可能是因為地是整體來說慢了 例如你看到去年 上一季或前一季 經常都出現 染6.9的地 或染6.8 當然今年經常都染7.2 染7.1 但是染7.2和染7.1 真的比平常更慢 大家知道慢地 多數是離後追的 所以就是這樣 我要一隻放頭馬 你放頭馬 沒所謂 那隻就特別放頭馬 不是 一千不同 只有菊草一千是什麼 菊草一千是有少少 利放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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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看 反而 今年1月5號 就跑一個菊草A欄 菊草A欄 蝦狗燒賣 盡萬風彩 旋風飛影追的 超級軍團 算是追 扶容莊追的 聲耀王者追的 精靈勇士是放 河濟耀小幼的放頭 維吾王王者都是追的 雖然你說4-1 狂魔派都是 追的 外難貼著小竹 很有趣的一場頭 所以都是追 除了一千米之外 我選了什麼馬 我看看頭場 頭場 有什麼馬 其實嚴嚴願衰 當然我選了邦彥士那場 真的衰了 但結果之後 莫來拉再騎 都是不行 這次放田太安王 我也是覺得這隻馬 是有一點點 那次是用到 差不多最盡的跑法 因為可能這隻馬 鋁的時候就是 去年12月 騎士賽 那一期去到 贏專一那一場 可能已經下了 那我就覺得 今場 都是要選一些 我始終都是最喜歡 潘頓 所以我選擇怪獸奇兵 好啊 好啊 有陪伴就快速 因為 你想一下 潘頓 有沒有人馬 有沒有合作過 沒有 應該沒有 讓我看看 看真點 什麼資料都有 人馬沒有合作過 潘頓文家良 這個組合就比較 少些發生 我喜歡的是什麼 我喜歡的是這隻馬 本身就是梁家俊的 基本座騎 私家車 私家車 當一隻梁家俊的私家車 給了潘頓 我就覺得很有信心 是 十二檔是不怕的 因為他跟前的 他又未必跟得太前 可能二三位 那就 要他一隻先 因為現在的檔位是十二檔 十二檔應該有少少賠率 我估計 嚴嚴完碎應該都會是大熱門 是 我想怪獸奇兵 可能有四倍 四倍 十二檔不止四倍 我估計 五倍落到四倍 我估計 我估計十二檔不止四倍 如果三倍就贏得 哈哈 今次大進也會有些費 因為今次大進也跑得好 算吧 出頭尾 跑得好 沒有運 我買過很多次 好 這是第一隻 這是第一隻 你介紹的是怪獸奇兵 文家良馬防 潘頓冊劇 是 然後我介紹 大家知道 我現在這個 難得潘頓勇等 難得見到 那當然是 讓我看看第二場 首先第二場 因為嘉莉退出了 有哪一個人可以 補出騎 這一隻 高明進障 其實都沒有誰可以騎 聖線定定定 不要吃太多 嗯 然後潘頓騎 呂健威的馬都可以 嗯 甚至乎 他不騎 呂健威的馬 呂健威的馬都可以 哈哈哈哈 就是你要那兩隻潘頓 總之就是這樣 總之我要潘頓 呂健威最近都不是很手工順 你看到 通常 你那隻超好日子這樣 啊 對 對不起 超好日子 對不起 可憐 對不起 潘頓的幸運快車大熱門 對 就流到很後 然後就是這樣 對 然後就出去那隻 明白明白明白 那這隻 嘉莉退出 然後找潘頓上去 是不是回報呢 那就看一下 這個就是黃金一檔 是呀 那當然 他也是不會留得太後跑 功名進場其實 這隻馬 今季都算是挺失運的 是 但是已經是搞了搞了 我覺得他未必會下四班 嗯 那你排到一檔 潘頓頓騎就騎咯 那我覺得怎樣呢 我覺得十二馬 就應該和致勝時機 都會是熱門來的 嗯 那這隻功名進場 真的不會太熱 甚至於木火同盟都可能會比較熱 都可能會有十倍左右 嗯 那我覺得有些賠優 一熱一冷 OK 那兩隻都是潘頓 好了 我呢 我也是要一些賽職馬 就是這個同程賽職 我要第八場的四號馬 南俱寶 那上次剛剛贏完了 劉富全馬一磅 那上次都是 完全需要解釋 第八場四號的南俱寶 是 一檔 大家要明白 多看一下哪個騎 周俊樂 搞定啦 是 最重要是抽到那一檔 那 那 又是那些夢 上次贏 就有些夢幻形勢的 即是 飛又到 今次只會更夢幻 一檔 我猜今次又是很夢幻 那還有 他連贏了兩場 那今場呢 這隻馬要有飛的 你看回他對上那兩場 你要小心記住 上次跑完之後 是 就整腳血的 是 就是右後腿擦傷 是 那今次呢 真的要看飛了 是 如果覺得那個傷勢有影響 就應該那些飛有些問題 嗯 如果到時又是慢慢打下去 慢慢打下去 當然慢慢打下去 這個問題就是要看飛 那今次有一檔 又是跑一千米 都不用多說了 那正馬 即是 怎樣說呢 二班一千 即是把機會 做完 還有 速隊都不用多說了 你肯放 即是基本上都會到的 那看下放不放得出 那同場的馬 這一場我正在推敲一隻馬 什麼馬 我正在推敲澳遊戰士 是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輝哥真的很少找判斷奇馬 是 其實大家都 是 是 比較少 看看他們合作多少次 我記得 不多的 那就問一下 拿精準一點的數 快哥 潘棠 真的四次 一個勝出 三個第二 那你要看 因為這一隻 就跟其他馬 不同 其他馬就真的 蛇跑死菊草 菊草 或者怎樣 很學習 可能低一點分數 從屢健威轉了 鄭俊偉 這樣 其實你看看 澳遊戰士 跑開一些 Group 2 Group 3 在沙田 跑開一些短途 那他縮 千四的級數 縮來一千 可以不可以呢 或者沙田的級數 縮來 都可以 他會做些 大家看到澳遊 最近都 都憑什麼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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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隻而已 是 看看到時候怎樣 大家都要去臨場看看飛 1-4 我覺得這場也很重要 買個Q 好了 第三隻我選了南俱寶 周俊駱 最後那一場 我選了一隻 都是很準的馬 大家都知道 我選右講右少 大家看看賽職都知道 第六次跑第二 到現在 都是第十場 第十場 到現在都是未出頭 上次 很慘 這隻很厲害 二拉命 但是 又是 相同 但是他厲害的地方是什麼 準 他1600又可以跑第二 2200又可以跑第二 厲害的呢 什麼存在馬來的 真的存在馬來的 跟前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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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後追又可以 什麼都可以 但是沒有辦法 win 所以我覺得他很有賠率 臨場應該有八倍以上 不知道 這些一定有八倍的 有 因為有黃寶 狂武派上次贏完 都會扯回 黃寶 狂武派 八聖榮區 都會有些 可能 多多用區 上次要追得很厲害 天人合一 都可以 正所謂 陰人連 天人合一 都可以 應景 那隻馬 大家就 拖 win 就小心一點 如果不是就不要拖樓 還有做膽 這些 我覺得尾場其實都挺混亂的 混亂加尾場 其實碰碼的千百米 你不要看他只多了 比1650米多了 150米 150米 但其實那150米的run in 就令到那個 早段的形勢 經常有翻天覆地的變化 到底一隻馬在外擋出閘 會不會拖來呢 他一拖過來 拖快一點點 因為他還沒那麼快轉彎 你有那個空間 拖過來 拖快一點 早段一拖了 然後你上滿冠彎的時候 會不會繼續拖呢 去到足球會的時候 那些馬會不會再拖出來 那些馬在足球會 拖不拖出來 就取決於 他們在過了滿冠廳 去到足球會那個彎 那百多米 他們覺得那個 步速的觀感是怎樣 如果覺得慢就拖出去 所以其實 但是你如果在對面下斜的時候走 和下斜的時候不走 又會很影響到 800至400的段速 總之就是很亂 你很難猜到 1800米會發生什麼事 那檔位都不錯的 七檔 拖阿隻有狂有少 所以選一些主動的有狂有少 對 選一些高手在那裡 他贏不到而已 但是他接近 還有 保持得到那個水準 現在狀態都沒有跌到 應該拖了 第八次第二 這個世界的事情 好 那我們就選了四隻馬 第一隻就是潘頓的 就是文家梁馬房 奇的怪獸奇兵 一場二號 第二隻就是 第二場 七號 高明進將 就是呂建威馬房 因為換了潘頓 不是嘉義 第三隻就是 羅夫全馬房 周俊樂騎的一檔 南俱補 二班 一千米 一星班 看看 夠不夠框 應該有些賠率 最後就是第十場 八號馬 有港有少 蘇偉宜馬房 何宅耀奇 應該都有賠率 希望 事事順利 好 到我們三寶場次了 三寶場次 八場 我們剛才也說了兩隻 首先就是一號 歐友戰士 和四號南俱補 緊張大師要不要 緊張大師 這個是二班 其實你如果買三寶 主要就是要在九號和十二號之間 選第三隻 因為緊張大師 看看你怎樣 看看你覺得 他是一隻斷了的馬地點 其實他上次在沙田跑到二百一千 都能夠和八千絲 是輸得不太遠的 再加上他是跑得人 跳出世界 但你跳出世界固然之 在這裏就比較高級數 他都去到一八號 看看你怎樣看 因為緊張大師 早一陣子試過事故集一放到底 他都能夠有力放出來 而如果他放出來的話 其實是有能力和南俱補拍住的 所以就是這樣 反而當家精神就真的要靠後追一段 那我們就選緊張大師 好緊張大師 好緊張大師 第九場 我首先要馬爾代夫 那我選馬爾代夫二進 還有沒有第三隻 這個1650 馬爾代夫二進 先看看 我不想離巴島 很行政 是這樣的 有些人喜歡這樣 快步速 OK 好 最後一場 我要了又說又笑 黃寶跟開要不要 還是要潘頓 黃寶當然要 黃寶快步速 狂寶派我就不相信 多多用他 多多用他 好 好 大家回去檢查一下 這個364場次 嗯 就 不太久之前 西利哥贏快前 嗯 他那個真是 很誇張的後景 是 這個 不太久 兩個禮拜前 OK 那我們的三寶提供 第八場 我們要澳遊戰士 南俱補 近張大師 第九場我們要馬爾代夫快步速二進 第十場我們要黃寶 多多勇俱 還有這個 有講有笑 好 騎師王 還要五晚 我算了 那就是不用買了 我明白 我們要潘頓 那麼 波都沒有 波是 大家這樣 所以林別抽波 不是 星期五已經有了 因為是星期五 經過了兩個禮拜 我亦都很痛苦地 過了我很痛苦的兩個禮拜 這些垃圾的賽事 希望以後可以不用播 當然是 就是站在我將來公司的立場 現在越播得更多 這些波越好 是 就是分明不白 這樣就奉獻了很多錢 那我給大家的錦囊 就是這樣的 是 有1.5對波可以買的 大家在這次排來的賽季 一對波就是巴黎毛利克 半對波就是巴黎聖日耳門 是 巴黎聖日耳門會留意的是什麼 這個星期巴黎聖日耳門 就是 再一下對里爾 2.5球帶1.8倍 預計就是下半季 因為已經說了叫保置天奴下季 可以執包複雜 他又會帶上去 我想應該 球員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可能會 不開樓攤 希望將來的領隊 就不要有什麼地位 那這隊球是可以 這隊球是可以 因應環境來捧的 而有另一隊球 就是星期六 將會是幾點出戰呢 星期六 星期六 晚上1點半 將會是巴黎毛利克主場 對著萊比錫 那這一場 都應該3.5球 3.51球1.8是可以買的 這就是 巴黎毛利克給大家的意思 就是要有甘味智 要甘味智 要有甘味智 要有甘味智 以及有吉亞比 甘味是看左邊 吉亞比右邊 即是有10號7號 盡量是要避開高文 即是驚射高文 驚射高文出的時候 因為這個是黑洞來的 那些球都下了他 基本上沒有什麼前途 所以大家看著那個陣容 就是說 根據我 一直以來對白人的陣容 研究 利雲道夫斯基 固然一定要有 湯馬士梅拿 一定要有 甘味智 以及吉亞比 跟著甘味智 就隨便回答42號 即是我不懂得讀那個名字 或者回答另一個也好 龍門最好不是扭下 因為會失球 可以看著3.5球都可以買 失球就好 因為今年白人比起之前幾年 哥迪奧拿加 或者什麼時候 失多了球 所以今季的白人是不錯的 偶然有時候他入不了球 他都會失球 簡單一點 兩場1.8倍成為都不錯 白人莫利克3.5球1.8倍大 另外白人聖日耳門對你2.5球也1.8倍 是 簡單一點 巴黎聖日耳門的重點就是 最重要是有麥巴比 是 最重要就是 尼瑪 可能他遲些會復出 最重要是沒有尼瑪 現在沒有 美斯出都OK的 因為美斯其實是 他現在有時候 下半場中段放美斯進來的效率 都挺高的 大家收拾吧 我最主要就是這樣 因為其他 譬如你說英超 二甲這些球 二甲都可以買下 那個叫做什麼 阿特蘭大 這些是調劑而已 是 英超就是 等利物浦那些回去之後 可以買一下 曼城這些 等那個叫做什麼 雅樂浩那個 伊斯利那些人回去之後 可以買一下 但如果曼城出十號 就千萬不要買 那個垃圾人 曼城要小心一點 因為那些人真的很賤格 是 簡單一點 就是最好的買到 車路士熱刺千萬不要買 阿仙奴這些千萬不要買 英超可避側避 看啦 玩啦 不行的 你這些東西看了你就會買 即是你當沒有這件事存在 沒有這件事存在 就算 在我心目中 你說可以擺得到錢 只有百元摩尼克和巴黎星 OK 兩個大提供一下 穿上也有三點幾倍 不錯 1.8x1.8x1.8x3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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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點了 1.7x1.7x1.7x3 3點了 那選一點化成為選 好 你會不會懷念 你會不會懷念 你會留下什麼 那個錦囊就是 還有 還有 根據我今季 一直在做一些 譬如馬 誰輸了誰贏 其實我想 又或者留意一下 哪些受歡迎的馬 贏不贏 哪些不受歡迎的馬贏 其實真的很簡單 其實不受歡迎就是 你可以繼續買 但是最好就是 將你的註馬縮減七成或以上 因為真的很準的地方就是 有多少隻天天得樂 可以完全不受歡迎跑到第三 其實你看著不受歡迎你就縮 不受歡迎你就縮 你真的輸了很多 我輸了很多很多錢 其實是的 你怎麼算是沒用 說真的你看完我們的節目 看完一集 其實是賠了你多久 現在29分40秒 即是解決了你悶的時間 到最後那一刻 因為每一隻馬 基於那個平榜的理論 每一隻馬在那個分道 理論上他們的真正機會是一樣的 所以很在乎 就是像Adam說的 就是戰異 而那個受不受歡迎 就代表戰異 至於什麼叫受歡迎馬 什麼叫不受歡迎馬 那就推薦大家看贏跑台 沒錯 那他們很清楚會說了什麼 對 Edmond下去休息之前 他就交下哪一隻馬 是的 多謝我們博士 所以大家要知道 那個在橫著那個 打出來的那個 是之前那場馬跑完 Edmond下去走個圈之前 趕低的 去到最後可能不是那些 但是 老總會一路步 大家要聽著 老總很準的 還有那隻貼了那隻 就是要避開 還有受歡迎馬就是排隊馬 都要看動哥的 就是一樣的 是的 但是最主要都是要看老總 OK 這個就是技巧 小小技巧 真的很簡單 你喜歡那隻馬 你到頭來 看到他不受歡迎 就像你所說 將鑽馬減出成 因為你如果不買 他贏了你就很難 但是其實我跟你說 一個道理 大家只要想通了你就行了 沒有一隻馬 你可以買到他發達的 你不會因為中了一場馬 發達的 但是你會因為輸了一場馬 而破產的 就是這樣 反過來而已 你會不會中不到那場馬 那隻馬一百倍 你也不會發達的 你賣多少錢 好了 你留下的錦囊就是這樣 很感謝你 和我做了差不多十個月的節目 多謝你 希望你的神秘人 會繼續幫我做節目 他會的 他會的 他答應了 OK 有威迫力 我好像知道 這個神秘人 還有很多 應該有一群 應該有一群 希望 但他們出不出鏡 就很難說了 我們會留下錦囊 由我常公子演繹給大家聽 其實我也覺得 新年流浪 希望你一切順利 多謝你的神秘人 繼續支持我 公子波馬 好 今天就這麼多 跟大家說一聲 拜拜 希望有緣再見 常熙波馬這個節目 希望有一天 就可以用另一個形式 再出現 拜拜 十個月的旅程結束 下次是全新的 公子波馬時代 拜拜 拜拜 多謝大家收看今天的節目 記得like share和comment 還有記住 如果你還未訂閱我們的亞洲電視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的亞洲電視頻道 好